歡迎收看財經大白話 我是翟軒 每天早上10點 帶你看懂新聞背後的 煉金術 今天一開始 我們來關心的是 財經大頭條 黑色星期一 道瓊是大跌了超過2000點 美股崩盤也是23年 首見誘發了熔斷機制 另一方面外資在台股 也賣超了545億 也創下史上第三大賣超 另一方面這個融資追繳 也使得這個融資追繳令出爐 也使得這個國安基金 要互盤來備戰 而油價也崩跌了三成 二字頭浮現 也導致石化葉的上下游 難逃疫情油價的衝擊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 這個聚焦財經大事情專家 帶我們看懂新聞找商機 先來歡迎今天 加入討論的來賓 包含了財經專家黃世聰 資深分析師陳薇泰 好 我們首先就來問一下 世聰哥 我們昨天真的是被嚇傻了 因為這個美股崩跌 黑色星期一股市大屠殺 而且又出現這個 23年來又再度重建 這個熔斷機制 美股是跌了2013點 這個是在開盤4分鐘的時候 就已經觸發這個熔斷機制 這世聰哥幫我們講一下 現在全球都恐慌了 對 沒錯 我們先來講一下 什麼叫做熔斷機制 因為過去美股 它其實是沒有一個 漲跌幅的限制 但是到了1987年的 這個黑色星期一 那一天股市暴跌了508點 下跌了22%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說 因為這樣的情形 導致整個美股出現一個 要熔斷機制出現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1997年的 然後就開始 然後1998年的時候 第一次熔斷機制的使用 但是其實除了昨天晚上那一次 之前也只有一次 是在1997年的10月27號 還有之前在2007年的金融海嘯 還有2012年的胖手指事件 曾經有幾次出現 熔斷機制的情形 好 美國的熔斷機制 到底是什麼運作 第一個階段當然是 如果跌幅超過7% 它會因為可能是 大家可能有恐慌 恐慌之後 所以它要求你會暫停15分鐘 15分鐘繼續開盤 它會把這個漲跌幅把它放大 放大到15% 如果你還是漲跌幅 還是又觸及15%之後 13%之後 它會在第二階段的停止交易 停止交易之後 然後還有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的話 是跌到20%之後 當天就終止這個交易的情形 所以美股當天的話 以現在的熔斷機制來說 最大跌幅就是忍受度 就是20% 無論如何就是說 反正你只要一開盤 沒多久到20%之後 今天就完全就終止交易的一個情形 所以這是美股的熔斷機制 沒想到我們都認為說 這個熔斷機制應該不容易 在短時間之內看到 但是沒想到在昨天晚上 就看到了第一次的熔斷機制 事實上在開盤的時候 我們可以講 開盤當時的時候 美國的期貨盤就已經 這個觸及跌停盤 然後開放了之後 一開始這個往下跌之後 就開始這個往下殺 往下殺最大的跌幅 曾經有一次 跌幅跌到2000多點 最終是跌這個2013點 這樣一個數字 如果我們以這個純粹的 這個數據來看的話 目前的美股有進入空投走勢的疑慮 為什麼 如果我們從最高點 這次到窮的最高點是 29568點 如果我們用跌幅20%來算的話 是23654點 其實已經快要到這個位置 所以它已經來到跌幅20%左右的位置 只剩0.1了 對 我們再看說 包括說像德國 法國 這個跌幅都已經超過20% 甚至連日本都已經跌幅超過20% 所以現在走入空投市場的格局 是越來越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 這一次非常不同的 就是台北股市的支撐力道 確實強的 如果我們用台北股市的最高點 1萬2197點 跌到今天的最低點的時候 跌幅才10.7% 也就是說台股的跌幅 是相對比較小的 為什麼會跌幅比較小 我們其實在節目中 一直跟大家講 台灣股市具有高值利率 而且目前的這個盈域的收益來說 成長性還是比較偏強的一個狀況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昨天 包括說我們的金管會 也出來發表就是說 再跌的話 其實台灣的優勢會出現 所以我們看到 今天其實往下跌的過程 你可以看到 我相信今天國安基金是有進場的 包括說像這個外資 今天還是一個大賣超的局面 如果以我們投資人 要怎麼來做 第一個就是你現在可以保什麼 大型全職股 因為如果你真的黑天而來臨的時候 中小型股票 它其實跌幅會相對比較重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說 我想要買一些這個股票的話 那你可能以大型全職股 尤其是現階段 可能我們的基金 會進去互盤的標的 包括說像台積電 或是說部分的金融股 或是大型的龍頭股 對 我覺得這都是可以 注意大家的一個狀況 對 我們看到這個其實 11年的牛市 是不是有可能在這個時候 變成了熊市 剛剛士聰哥講說 只差0.1%了 就要進入到跌20%的這種 熊市的這種局面 我們來問一下維泰哥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說 昨天這樣子崩跌了2000多點 然後再加上這個OPEC減產的回憶 還有這個義大利也宣布說 全國要封鎖 這壞消息真的是一個接一個 也讓這個全球的這個市場 恐慌的氣氛是越來越濃 現在我們到底投資人 該去哪裡避險 現在這到處都是壞消息 我們到底應該躲在哪 躲在我們自己台股嗎 是 今天早上一起床的時候 大概五六點就起來了 就看到這個美國股市的下跌 多真的嚇了一跳 本來還昏昏沉沉 忽然看到美國股市下跌 超過2000年就全部都醒了 連咖啡都省了 OK 好 那我們看到昨天 美國股市出現那個重挫 就像剛剛士聰哥所提到的 啟動的熔斷機制 那事實上其實不僅僅是這個股市 它發生了很大的一個變化 就連其他的包括像是油漿市場 包括像油價的部分 一天也是下跌超過24% 然後再來就是債市的部分 債市我們看一下 在美國1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到昨天又是持續的再創新低 再創新低 而且來到將近是0.3多的一個 原本是說 這低於1就已經是很低了 現在到0.3了 對 就是你今天 持有美國的公債10年 你能夠拿回不到1%的利息 還這麼多人去搶 你就知道大家其實心裡面 是多麼多麼的恐慌 這個是美國公債殖利率的一個部分 另外講在金價的部分 在昨天其實金價也是持續 往上做走高 再度來到了每盎司 1700美元的一個價位 所以其實從種種了 這麼多的這種經濟的一個指標 或者是我們說 避險的一個商品的價格的波動 可以感受到目前市場上面 的確是非常非常的一個擔憂 擔憂什麼事情 就是擔憂就是在金融市場的波動之外 接下來可能會不會有一些企業 會出現這種 我們想要屬於違約的一個風險 或者是有出現銀行機構 連環報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現在其實在整個的 美國股市當中 就瀰漫了這樣子的一個氣氛 所以其實投資人在這時候 要怎麼樣去做面對 基本上我認為 其實現在看起來 不僅僅是在美國股市 像我昨天看到像巴西的股市 它不疊不只疊7% 8% 它疊12% 太誇張了 所以其實在現階段 大家的一個氣氛是非常非常恐慌 所以有可能會引發後續的什麼 多莎多的一個情況 但是多莎多的賣壓 按照我們過去的經驗來講 它事實上是有利於短線的一個趕底 所以我們特別觀察到 在今天晚上的一個美國股市 有沒有辦法出現破底之後的一個強談 如果說在昨天 美國股市是大跌2000多點的情況之下 今天如果有機會 去做一個像樣反彈的話 應該至少要反彈超過800點 到1000點以上的一個反彈的一個幅度 那麼投資票該怎麼辦 第一個 以剛剛施動各提到 目前其實台北股市 在這一波下跌過程當中 相較於其他國際股市而言 它算相對比較抗跌的 所以其實我認為說在今天 確實關股有在進場 就是後护盤的一個可能性 但是我們投資朋友 應該還是要挑選一些 比較基優的一個個股 包括像是過去 也就是去年 獲利比較好的一個公司 在這一次拉回的過程當中 有機會去鋒利做承接 包括像是我們所說的 這個護國神山 台積電 或者是未來5G相關的題材個股 包括像聯發科這一類的 比較有利基比較實質性的 一個獲利面的個股 在接下來下跌的過程當中 可以第一階段相去做一個承接 因為如果說在接下來 美國股市出現持跌跟反彈 或者台北股市落底的時候 外資回心轉意 它一樣也是先看這些個股 所以這些個股 其實優先可以做考慮的 所以是短線來說 你說在趕底 所以這現在是我們的買點嗎 這個時間點 如果說就 因為說這些股比較好 他們會來買 可是我們也投資人也會很擔心說 會不會又繼續往下 再破萬點這種感覺 其實我認為說現在來講 在這個下跌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觀察到 融資的部分很重要 因為在昨天晚上 融資余額一天大減22億 雖然說這單日減肥的幅度 其實算是滿多的 可是我個人認為說 其實市場上面還看不到就是 這種所謂的融資斷頭的情況發生 因為常常都有在互牌 所以其實我認為說 在短線上來講 最好是採取就是說 先觀望一下 但是如果說 有真的看到好股票 出現被誤殺的情況的話 這時候才可以分別進場去做承接 這我們繼續來問一下 這個士從哥 我們看到今天這個台股 真的是比較抗跌一點 開牌的時候 其實是跌了100多點 現在是跌幅有點收斂了 那是不是就代表說 這個國安基金如同你剛剛講的 互盤的力道有出來 其實外資從今年以來 已經賣超我們台股 是把台股當提款機 賣了個2800億 昨天又是創下 這個史上第三大的 賣了545億 那就現在來說的話 我們現在台股 到底是見底了沒有 因為好多人都想說 我要見底 然後要進場了 現在是時間點了嗎 我覺得大家可以再等一等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事實上昨天外資的 這個賣超545億 是史上第三大賣超 但是其實你要扣掉 因為史上第二大賣超 是外資在處分台積電 所以它其實跟看這個行情 沒有相關 所以如果你用絕對數字來說 它是史上第二大賣超 史上第一大賣超是出現在2007年 當時是在美國銀行 可能違約的狀況之下 出現這樣的狀況 你說外資賣對還是賣錯 如果你從2007年的觀點來看 它是賣對的 因為緊接下來之後 股市還就往下修正 我們現在擔心的是 外資這一次難道會賣對嗎 我們現在打上一個問號 如果賣對的話 那是不是暗示著 未來的行情會非常的糟糕 當然我覺得我們現在 沒辦法知道 未來的行情會怎麼走 但是投資人 你現在要做的是保護你自己 怎麼保護你自己 第一個 現在你要小心的是 因為很多大型股 你沒有錯 會有我們國安基金 如果再往下跌過程中間 國安基金或是很多基金 會出來撐它 但是很多小型股 它可能沒有這樣子會去撐 沒有人去撐它 所以小型股 你現在要留意的就是 如果你買了非常多小型股 在這一波的跌幅中間 它已經跌幅超過一成多 甚至逼近兩成 然後它融資沒有減 如果你有這種股票的時候 你要小心 因為這種股票可能在未來 再往下跌的構成中 它會觸發所謂的 剛才維泰講的 融資追剿的這個情形 那這個可能會讓 呈現一個多殺多的局面 或許它基本面不錯 但是會變成是 有時候會超跌的局面 那對你會是一個非常大的傷害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 那種比較中小型的股票 除非你很確定 它今年的業績會非常的好 不然的話我都建議你 現在先看大型股 會相對比較好 中小型的股票 就是以低階 低階 低階為主 千萬不要去追高 尤其是很多人就說 今天我要搶反彈 怎麼搶反彈 搶反彈很簡單 搶反彈就是 找那種跌幅比較深的 但是你一定要買了之後 趕快去跑 中期的這個 中期的這個買點的時候 我覺得現在都還沒有到 依照我們過去的經驗 在下殺的過程 連續爆量的時候 那時候你要進 很多人都覺得說 很便宜的 我要去買 但是往往在你搶反彈的時候 反而是會讓你虧最多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像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講 這幾天的股市 都是動輒千點 動輒白點 它漲的時候 也會漲白點 漲千點 所以你這時候 如果你動作很多的時候 你會被 如果你做得好 當然是兩面賺 做不好 你很容易被兩面挨耳光 像我看到這幾天 我很多朋友在做期貨 一口氣放空的時候 賺了好幾千點 可是漲上來 它也漲八九百點 它也不敢爆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因為上下震盪幅度 非常大的時候 你在之後做短線 反而是壓力非常大 我覺得除非是你這種手腳很快 你可以做短線 不然的話 等到中期買點 中期買點出現 會是什麼訊號 我再跟大家講一次 中期買點的訊號 一定是伴隨著量能萎縮 現在都還沒有量能萎縮 昨天2300多位 今天還是 今天量應該還是不小 所以目前都不是中期的買點 我覺得大家耐心再等一等 中期買點的這個出現 對 剛剛這個視聰哥有講到 這個融資的追腳令 恐怕要出籠了 投資人就是分這種 手腳快 手腳慢的 一般人可能有些人 是不用融資的 這個維泰哥幫我們講一下好了 這個融資追腳令 到底對我們大家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如果融資追腳令出現的時候 可能我們一般投資人 要怎麼樣避開被它波及到 好 所謂融資基本上就是 跟這個券商或銀行借錢來買股票 而當你的一個股票價值 持續的在這邊走跌 是你就必須要去做一個 補錢的動作 如果你不補資金 你可能手上的股票 就會被這個券商 去做一個斷頭賣出的動作 什麼樣的指標可以做參考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叫融資維持率 一般來講 在融資維持率下跌 跌到140%以下的時候 就很有可能會出現這種券商 開始去追腳這個融資追腳令 去做一個發生的動作 所以其實現在來講 在昨天為止大概是151 如果說在這兩天 再繼續往下走跌的話 很可能就來到140 你在140以下的時候 其實這個融資追腳令 就很可能會將 即將要去進行一個所謂發動 所以目前來講 對投資朋友而言 我認為第一個就是 你要先避開融資比率過高的個股 尤其是個股如果說太高檔 還沒有跌到的話 你要特別做小新 一旦融資籌碼鬆動 都是一樣的 一旦融資籌碼鬆動 很有可能就會出現 所謂的一個停損性的賣壓的產生 第二個就是 如果說你自認為你手腳很快的話 要去做搶板彈 可以 你要搶一些所謂的一個 短線上面付關於過大的股票 而這些股票 可能就是中小新的一些個股 第三個就是如果說你今天想要去做低接的話 請你記得去低接一些 沒有融資使用的強勢股 因為沒有融資使用的強勢股 表示這些買方是用真金白銀 下去買進的 那麼這種股票才可能會成為你 波段性或者中長期布局的標的 好 下一段我們就繼續來看 受到這個新冠肺炎的影響 藥品的原料來源也卡關 馬上回來才經大百話 直播